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7月的時候我拍過一條影片叫做減肥中途加油站 記錄了我當時減肥一個半月的成果 心路歷程和一些減肥方法 事隔三個月之後的今天 我經常都收到一些朋友跟我說 Hidy你又瘦了,你現在很瘦,有什麼心得可以再分享 令我紋身拍這個減肥二部曲 不算是減肥成功的 因為有些位置我也知道自己還未是很瘦 未必去到六九腹肌三個月減了二十公斤 這些驚人的數字 所以我就決定將這條影片叫做減肥二三次 收集了大家整天問到的問題去解答一下 例如,為什麼你整天好像吃這麼多東西 但都沒有反彈依然可以越來越瘦 怎麼可以做到減肥而不需要減胸這件事呢? 還有,有什麼減肥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對了,今天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以上這幾樣東西的話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在日正題之前,我有件事要做的 不是賣廣告 而是覺得這樣拍攝減肥也沒有誠意 所以,我要脫了 我要下海了 不是啊,因為真的太熱了 大家看不看到我這裡的頭髮呢? 其實已經黏住了 我整個人出汗了 其實我也覺得減肥是... 不要穿長袖衣服吧 不如給大家看看 究竟這三個月我真的簽瘦了 我也真的整個人可能減了一個圈多一點 應該有說服力一點吧 第一件事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為什麼我好像完全不需要跟減肥餐單 有雞煲、打邊爐、自助餐、瘦氣燒 什麼都吃都可以 繼續瘦下去不會反彈 其實也有少少巧妙的 沒錯,我是一個很喜歡吃東西的人 所以減肥初期找了很多相關影片 不需要熬我都可以減肥 不需要自食都可以減多少公斤 我全部都看過了 但也蠻失望的 因為大部份不是吃白燒雞胸、雞蛋 就是番薯這類型的食物 長時間吃當然減肥 但之後如果吃普通的食物 會不會反彈呢 或者說真的 我吃這些是會不開心的 在最開始的階段 我把自己的食量減到原本的三分一左右 是不飽的了 亦都未去到捱我這麼嚴重 總之就是剛剛好覺得自己有東西下肚 還想多吃一點的時候就停了 到今時今日我就沒有這麼嚴苛 但是因為過了一個長時間的習慣之後 我的胃口變小了 所以就算我現在吃到很飽也好 我都沒有以前的份量那麼多 可能是大約只剩一半左右 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是用極端節食 或者是改變餐單的方法去減肥 你是瘦得很快 但是之後你變回正常的飲食 正常的食量的時候 你反彈的速度一樣都是這麼快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食量減少 變成了一個習慣 將它變成了你一個恆常的事的話 你就不會那麼容易反彈 另外做運動同樣都是這麼重要 在這五個月的減肥期間 我從來都沒有試過一天做運動多過一個小時 小質四分鐘 多質都是三十多四十分鐘就已經夠皮了 所以你說是不是很辛苦 很難堅持 又不是的 但是你說是不是完全很輕鬆 在開頭兩三個月的時候 我真的很勤力 每個星期最少五日起碼二十分鐘的運動 是走不掉的 不算是很難達成的 總之起床 然後鬆眼 不疏頭地摘起它 睡衣也可以 你穿運動衣也可以 開瑜伽戰 開YouTube就可以成事 但是到了今時今日 就沒有之前那麼頻繁 每個星期做三天運動 但是我都改變了少少模式 你知道每一條運動片 他們專注的地方都不一樣 有些可能是核心 有些是下半身 有些可能是手臂的力量 總之有優點也有缺點 如果那天我做的運動 是比較偏向下半身 手臂好像沒什麼動過的話 我就會在影片之後加四分鐘 只是做手臂的運動 現在雖然不是每一天都做運動 但是我每次做運動 的成效都比起以前更好 我是沒有想過 在家簡單做一些YouTube的運動 都可以令到自己的身形 變得更加進步 我是想想瘦的 我沒有想過增加什麼肌肉量 或者是怎樣 沒有想過那麼多的事情去開始做運動 但是我發現現在的力量會多了 之後是沒有那麼容易反彈 因為肌肉是會有記憶的 可以令到那些卡路里 那些熱量燃燒得更加好 賣了一會關子 大家應該等了很久 究竟怎樣可以減肥不減胸 怎樣可以瘦了 但是上位不會縮水呢 那其實怎樣可以做到這件事呢 首先我們要知道 究竟胸是什麼組成的 不外乎都是脂肪和乳腺而已 我曾經照過Ultra San 醫生跟我說過 我的乳腺都蠻發達的 所以在減肥的過程 是沒有那麼容易大幅縮水 那這件事也是算天生的 或者是你發育時期的時候 有沒有做到一些適當的事 令到這件事發生 但是呢 第二件事就是大家可以控制 就是關於脂肪 以下下來是一些我的小經驗小看法 如果有些什麼是不對的 我這樣想是歪了的話 記得留言告訴我 狗證吧 也可以跟其他觀眾解釋 我發現有很多朋友 他們的減肥都可能是節食 或者是吃一些很清淡的東西 例如菜啦 沙律啦 番薯啦 八十雞胸這一類 其實他們 input的脂肪不多 身體沒有那麼多的能力去燃燒的話 就會去燃燒你本身體內的脂肪 去製造一些能量給自己日常所需 身體裡面有多少脂肪 最多是哪裏呢 不外乎就是肚腩和胸 所以我經常聽到一些朋友說 為什麼一瘦的時候就先瘦胸 就是因為裡面很多脂肪可以燃燒 可以提供能量給身體 那他就馬上燃燒了那裏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可以做到減肥而不瘦胸的原因 就是我沒有減少過自己脂肪的吸入量 也不是說很多的 但是至少每一天你需要的量 我都有吃到的 例如一些肉類 然後一些五花腩 肥肉呢 我都不會抗拒 雞皮 大家減肥應該很害怕的東西 我是超級喜歡吃的 然後第二點就是關於減肥方法 我不是單單削減了飲食份量 接著節食 接著吃很少東西 就去減肥 我是有做運動的 也有一定份量的運動 所以令到整個人的肉是結實一點的 胸我都發現是提升一點 緊緻一點 接著比較有彈力一點 這樣說會不會很老骨呢 是不是很少聽到我這樣說話 但是這個是一個不真的事實 我真的覺得做運動 不用怕變成一個筋肉人 是不可能那麼容易發生到的 你要做一個健美小姐 你是要做很多其他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只想收一收身形 整個人的緊緻度會好一點的話 我做運動是真的很有幫助 我好像又不小心小說了很久 來到最後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這五個月的減肥生涯裡面 我有什麼小心得小秘訣小感想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大家真的不需要太在意磅數 我大約應該是減了五磅左右 我現在就是一百零四磅左右 以我一五三小顆子來說 絕對不是一個很瘦的數字 我知道很多人都可能是少過一百磅 但是我曾經是試過瘦到九十六磅 不是這段時間 我以前是整個人磅了 是很沒精神 瘦是瘦 但是很殘 很老 所以現在這個狀況 我覺得是有精神 有元氣得來 個人是健康地瘦 已經是很好的 不在意磅數 我們要在意什麼呢 就是身形 這樣延伸到一個問題 就是要多點照鏡 要照全身鏡 去看清楚自己有什麼位置 還是不滿意的 例如大家經常都說 我的手臂很粗 這個是事實 我也不是有那些超級無敵 纖細的手臂 你看到那些肉 嘻嘻 而另外一樣 我都覺得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關於買衣服 以前我也是的 你越來越肥的時候 就越買越鬆身 最好買些自由的 穿不到小馬 就穿中馬 中馬也穿不到 那不買一些有馬的衣服 免得自己不開心 但是呢 這樣就會令到自己沒有那麼警惕 我不是說 很肥的時候 都要穿到很窄的衣服 但是呢 你一定要買一些合身的衣服 告訴自己 原來現在還是有一個進步的空間 還有哪個位置可以瘦的話 譬如穿一些紮身的背心 我知道自己原來肚子還凸出來 要努力一點才行 那種感覺給自己一個目標 如果有一天我可以穿這件衣服 都穿得漂亮的話 我就成功了 最後最後 真的最後 要說的一件事 就是不一定瘦就是漂亮的 可以我肥我驕傲 或者是我肥我開心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最重要是自己看著自己的時候 覺得OK啊 完美 這樣就可以了 不需要因為別人覺得你肥 所以你要減肥 不一定是別人告訴你 你最近又肥了 那你就要減肥 我減肥從來都不是因為要取悅哪一個的 我純粹是自己頂不上自己 覺得真的好像有點肥了一點 不如試試減肥吧 我很想鼓勵大家 如果你想減肥的時候 不是沒有方法的 不是一定要很極端 才能做到那種瘦 其實都可以很開心 吃一些美食 然後都能瘦得到的 我希望不會悶到大家 也希望可以解答到大家 對於我最近減肥的一些好奇 我真的不是大家想像中那種超級無敵瘦 但是我覺得現在也是一個不錯 健康、開心的心態 如果你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星期六至三點和星期日夜 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現在雙手向外 沒有夾到的 然後拉低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有些說服力